救護人員把女童送上救護車 不斷用手實施CPR搶救 並火速送往醫院 這位兩歲大的女童 七號跟著母親回到花蓮竹蘭香 立山村的外公家 下午四點多 女童和姐姐獨自在家門口的空地玩耍 疑似不小心 女童就跌入一百公分高 而且裝滿水的蓄水桶裡 姐姐健壯趕緊大喊 妹妹掉到水桶裡了 家人聽到立刻衝出來 把女童從蓄水桶裡救出 不過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父親立刻CPR急救 救護人員接手後 快速把女童送到花蓮玉裡榮民醫院 但醫療團隊搶救了一個多小時 女童最後還是回天法術 媽媽表示當時在家裡處理家事 兩個小朋友在家門口玩耍 不知道為什麼妹妹會掉到飾水桶裡 警方目前正在調查詳細的事發原因 記者劉幾嬌 呂怡潔 花蓮報導 請上這個夢夢水 獨家配方啟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蠶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爭能力 還有德國氧氷菊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